民政院在昨天通过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 送到立法院审查 但是在新一年度的预算案当中 中央政府的债务未长余额 累计上看了6.6兆元 创下台湾有史以来债务未长余额的新记录 根据了国库署的公告国债中的讯息 在110年年底 国人平均每个人负担的债务是24.8万元 好到了111年5月底 已经增加到了26.6万元了 随着这个债务不断的扩大 国人平均每个人负担的债务 势必现在看起来会持续的升高 好当然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呢 其实行政院方面已经通过拍板了 好岁出的部分来到了新台币 两兆7191亿元 其中为了因应台海问题 在国防的预算方面呢 您知道吗 来到了5863亿元 占GDP的比率大约是2.4% 如果跟今年度相比的话 其实增加了716亿元 成长13.9% 因此我们来听一下时事评论人 谢寒冰他的说法 他说呢 政府是治标不治本 人民的纳税钱 没有办法这样无上限的使用 因为有可能会因而压缩到其他的预算 再加上呢 纳税钱都被民进党乱花 还有国军招生也出了问题 如果不再做通弹的考量 只是一昧的增加预算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微幅的增加 已经是我们近年来最高的军事支出了 你算算大概180 90亿美金 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以美国人的标准 他们认为远远不够 他们认为最少最少都要3%以上 所以这个差距还非常大 而且你知道我们即使国防预算编列这么高之后 其实你以为他是拿去买什么新武器吗 不是耶 他只是在一些基本的一些装备的 基础的维护跟更新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他就已经要花这么多钱了 那如果说接下来你还要面对解放军 大批的这种无人机的这样在外岛 甚至在澎湖 他都可能飞过来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海峡中线了嘛 所以他经常会这样飞过来的话 你相关的军事支出会更高 然后呢 你相关的油钱恐怕都要大幅提升 因为我们的船舰以后 出海的几率会非常高 你的战机升空的几率也非常高 所以你光是这些基本的开支 就要花费非常大 那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一直只能调这么一点点 因为你再调上去的话 你就会挤压到其他的预算 你的社会福利预算 其他的相关的 全部都只能降低了 人文教育全部都要降低 不然的话你哪来这么多钱去支出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增加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不够 那你达不到这个标准 可是你花的钱更多 那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你可能甚至不只是3% 其实3%是最低你知道吗 美国人甚至有的希望我们到3.5%甚至4% 那你这么多钱 你能够长期这样花吗 你的国家的其他发展不会受到影响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都要去仔细思考 而且这些只是编列的预算 我们去买那些大批的军购是另外的 那些钱都另外再花 台湾真的这么有钱 我们的钱已经被民进党这几年 什么2兆封电 什么8800疫情在预算 乱七八糟的已经花了一大堆了 浪费的还不够多吗 这些都是在开子孙的支票 未来子孙要还的 债留子孙 对 请问一下我们怎么还这个钱 因为台湾现在是越来越少子化 以后能够帮你还债的人就是越来越少 每个人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做通牌的思考 只是单纯的这样子提升 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而且国军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不只是装备的问题 你人都不够 没错 因为今年招生都招不到人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提升军备根本是白讲 好 即将在8月27号挂牌成立的数位发展部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预算的原额高达五成 将采取约聘雇 被质疑恐怕会不会进驻所谓的网军呢 行政员的部分 在昨天通过了112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其中呢 数发布就被发现 这个预算高达211亿元 好 当然呢 这个预算数也首都曝光了 在党立委听闻直呼 数字真的是大到很可怕 尤其是即将接任部长的唐凤 到现在连业务 还有政策的方向完全都说不清楚 就要直接拿200多亿元 会不会太离谱了呢 行政院在昨天公布的 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其实成长率达到两成 这个部分是创下历史新高记录的 其中我们要来看到一下是 特别预算竟然常态化 这个部分引发国民党立院党团的不满 因此就强烈批评 他们主要的论点是 其实呢政府执政以来 累积的特别预算 都已经超过了2.1兆元了 不但已经造成了财政二化 会不会也成为政府在做大内宣的利器 就好像是做假账来大内宣 好 其实呢是最会花钱的政府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哦 不不不不不不